现在听见方便 这就是现在人的这方面的福报比古人大 古时候听不到讲经 现在讲经的人虽然不多 你能听到 有电视 有网络 我看现在他们做的随身天 这个东西太好了 我们年轻学校的时候 不敢想象 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 一个小机器 像一包香烟盒那么大 装在口袋里头 我们一年讲的经全在里头 一千两百个小时都在里头 这得了啊 一部完整的大经节演绎 两个星期之前 有个同学送给我一个手电筒 晚上用的手电筒 上面有一块 我就问的是什么东西 太阳能 太阳能充电 这个好啊 没有电源的时候 太阳能可以充电 还用手摇可以充电 这个好 在没有电源的这个地区 中国大陆很多 还有很多地方的时候 没有电 没有自来水 那这个东西可以管用 手摇充电 太阳能充电 他就可以听见了 这个科学技术 要用在传播佛教上 那是无量无边功德了 价钱也不高 比读书更方便 所以这个东西 要大量流通 我们讲到这里 做业 做这个业 是善业当中的礼物 这个东西送给亲戚朋友 最好的礼物 念佛机 现在这个流通量很大 那是带你念佛的 这个是给你听进 这有这两个宝 这就真正是法宝 这两个宝 我们这一生就得度了 我们要像佛一样 灵敏一切苦难 动身 我们要尽心尽力 帮助他 帮助他救我 帮助他利苦 帮助他的路 帮助他利苦